大家好,我是金珠,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来分享的就是来自彭祥 也就是PX2IC的9200的无刷版本 这个版本其实做了一些调整 包括电池,它现在是3节18650来串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3S电池 然后这个车子也是支持2S到3S的无刷的一套动力 45W的电条搭配28级的电机 那这个车子本身因为它是大概在1.12左右的一个比例 它是很轻的一台车子 那采用了尼龙的底盘 包括前面有金属的货甲 即是说尼龙的板壁,尼龙的拉杆 那整个车子外造项目 包括是可靠性上面 这比较不错的 那这次无刷之后速度又去上到一个更高的级别 那也是针对现在大家对速度的喜好 包括是说目前无刷车子越来越多 这样一个市场需求做了一个调整 同时呢,无刷版本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它的尼龙键也做配方的调整 那针对大家现在可能更加喜欢说车子更硬啊 更刚啊这样一个需求 在保证它没有那么容易断了前提下 把刚性再做了提升 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呢 带来两个好处 一个就是说在转向啊 包括是在一些运动的过程中 那车子刚性更好 你的操控性会更加的清晰 其次一点就是它的尼龙键的磨损会下降 就是球头的这个磨损啊 包括这螺丝来回反复打的时候滑崖的情况都会下降 那螺丝也可以吃得更紧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调整 同时呢,TESTO也是一个我们说在海外卖的比较多的一个厂商 它主要是给别人做代工 然后别的厂家会在它设计生产好的车壳上面啊 去套不同的logo啊 拉花啊这个名字各种地牌了 异牌了这个我们国内可能不太了解 但是欧美会卖的比较多的入门级的品牌的这样一个商标 包括其实国内很多贸易商自己也在拿这个车子在海外卖 因为它呢是在一个比较入门级甚至是玩具级的价位 对玩家带来了一个成绩的遥控的体验 那有有刷版本也有无刷版本 无刷版本就会非常的便宜了 无刷版本越贵一些 当然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个产品 特别是它的尺寸相较来说呢会更大 目前市面上来说比较入门级的产品 可能更多集中在1.16啊1.18啊 包括1.14啊1.12这个尺寸的车子 那可能就价格会更高一些 那这一款呢因为它采用是很轻量化的绵容材质 那么它的价格就会比较低 这个时候我的那个阿扣 后面两个阿扣没有扣紧掉下来了 然后我刚好把这个车壳上面固定尾翼的 那个4个阿扣里取了两下来 来代替这个后面两个车壳上面的阿扣 那大家玩的时候也要注意 它车壳阿扣有两个 一个是比较松的 那日常我们说不跑的时候可以去扣在上面 还有两个是比较紧的 更低的位置它会紧贴车壳 所以不能掉 那你玩的时候最好是扣在紧的这个位置上面 特别是飞跳会翻车的时候 那可能这个阿扣上面 因为本身是有软胶材质的 它比较的有摩擦力 所以地面摩擦的时候可能会被拽掉下来 那我也没有去捡那个掉的阿扣 我直接就把尾翼上的这个拆盖做了一个替换 这样去玩也是ok的 然后车壳的话呢就是一种软的PC材质 虽然说没有用很高级的PC 但是还可以就是耐磨可能一般 但是强度还可以包括车子也很轻 这样的黑黑跳跳绝对是玩不坏这个车壳 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也会有磨损 这个是难免的 但我觉得还可以这个车壳的强度 包括选择也很多 因为彭祥它面对了大量的海外的这个经销商也好 包括海外的一些品牌的这个需求 那就做了不同的外观的这个外套 包括不同的涂装拉花 以及是很多的这种配色 我觉得选择也是比较多的 谈讯小板可以看看 我在挂出来的链接里面的一些信息 这个车子空翻也好 飞跃也好 包括拉速度很轻松 因为现在上到无刹版本之后 速度可以上到差不多将近50的样子 可能可以在比较好的状态下 甚至也能接近60 我觉得说对于这个价位 这个尺寸来说还不错的 因为它的轮胎 包括是它的一些配件还是蛮有自己特色 比方说它的轮胎 是防暴的这种轮胎 本身是比较韧的材质 比较耐摩 而且呢它没有用胶水沾它是夹胎 这种设定其实也是针对 就是这个车子它倾向于低优化 倾向于入门选手 那就更多考虑说它不要容易坏掉就行 所以说它会被成这样的一个设定 那对于新手来说就很友好 你的轮胎不用担心它会有特别容易坏掉 什么进水的时候爆胎啊 什么平时玩的时候容易滑破啊 包括是说它浇水开胶啊甩爆胎甩撕裂的情况 几乎不用去顾及这个东西 如果很严重的进水然后排不出来的话 你可以把轮胎拆下来它反面有螺丝 解开螺丝这个轮胎就可以做分离 然后你就清洗晾晒在两桩五年就可以了 那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不错的 这是它的一个特色吧 那同时这个车架强度方面我觉得完全够用 哪怕这样跳下来两三米掉下来 翻个个也没有问题 这个大概没有两三米 两米的样子的一个坡面 因为我们是站的远处看可能没有那么高 那飞跃啊包括是空翻都没有问题 因为现在这个动力上来了 空中调解自在空间也就上来了 当然呢无感无发呢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它可能新手刚接触了觉得没有那么跟手 这里也会给大家提到一个建议 就是你在无感无发催油门 特别是这种比较入门级的无感无发催油门的时候 它可能它动力没有非常强劲的话 你先让它很低速的滑行 大概1.2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滑行 让车子已经动起来了 让这个电机的磁缸已经摆脱了 这个限制的时候 束缚的时候你再去催油门 那这个时候车子就很快有响 对包括呢这个电机本身也是一个比较高扭力的电机 那么它低速的时候它会有点点的 这个不是特别线性和卡顿的感觉 那用这种方式去克服就比较容易了 那这个车子的话如果说很年轻的小伙伴 小朋友小孩子去玩的话 那我可能更推荐大家去选择有刷版本 因为有刷版本就几乎没有任何的这种 让你感觉到像迟滞啊 或者说低速启动线性不好的问题 包括是有刷版本其实低纽还蛮强的 只不过急速会低一点点 包括空中爆发力也会差一点点 那么这就是看你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使用场景和人群 特别是特别新手的玩家 可能有刷会更适合你一点点 当然呢这个车价本身就已经很便宜了 就没有必要说你买有刷再去改无刷了 如果说你对无刷感兴趣 可以直接上无刷价格也不高 跟差不多小车的价格一样 但是呢它会给你带来一个更大的尺寸 大点的车子的好处就是说通过性啊 包括是说你在玩起来的时候看的也更加清楚一点点 以及是说它在外面跑起来跳起来的时候 它减震的这个空余量 包括它的吸震的空间 以及是它动态会略好一点点 因为连胎更大了 那么这个车架极限也会略为高一点点 包括在抓距离啊 以及是它的在侧向支撑各方面的表现会好一点点 然后我们现在离开这个滑板池 然后去到对面的这个草地上面去体验一下下 那还是说到一样的话题 就是我们的这个车子在架控的过程中 如果说是人比较多的环境的话 尽量是要去做到逼让 那特别是新手 如果说你不能很好的控制到车子的速度的话 那尽可能不要去说在人多地方玩 那像我是已经驾心就服了 那尽可能也是躲着一点人 然后呢跟他们商量一下 我在这里稍微玩一会儿 然后我就走 那么他们玩滑板的人就在旁边稍微等待一下 那我们各自在这个公共场地里 拿到一小块分区做一个娱乐的体验 当然呢更多时间还是把滑板池留给到他们 因为滑板池本来就是用来玩滑板 他自己只是顺带来娱乐一下 那在这种野外的土路上面 可以看到他应对这种颠簸 包括草地上的这些野草 我觉得说这个场地不能叫野草 就是说它是有一些疏于维护 是一个不是特别专业的这样一个场地 所以说草有高有低 有些碎石 包括有个地方已经荒掉了 变成了土这样的状况 那它有一些颠簸跳动 以及是在这个土路上 它还有点这种拉挥甩尾的效果 那整个车子 因为它的现在出厂的悬挂的螺丝 所谓是比较矮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还是蛮稳的 那如果说你喜欢让车子顶得高高的 然后底盘不刮地 那你也可以自己去调整一下 避震的安装的孔位 当然重心变高之后可能稳定性会下降 但是它会可能会变得更容易抬头啊等 这个车架有很丰富的娱乐和调整的空间 同时呢 这套轮胎 我还是来再次强调一下 它非常的耐磨 而且在我们车子有一些侧倾轮 轮胎离地的时候 它又会有很激烈的甩柄的动作 视觉效果也是非常拉满的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哎呀 这个就是个小破玩具啊 小轮胎车 这个我觉得倒是无伤大雅 因为作为新手入门来说的话 那你有一个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高端 没有那么高级的车子 但是它比较简单可靠容易维护 而且价格低零 让你去做到一个尝试 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事情 包括很多玩家 我就想在野地里跑一跑 我就想在外面去冲一冲跳一跳 我倒没说我要多专业啊 要多有这个档次啊 多有逼格 那我觉得这个车子其实没有问题 包括很多海外的玩家 都把这个作为给自己小朋友 入门的第一台车子 包括是作为这个节日的礼品啊 送给小孩子去作为一个入门的体验 包括我的现场也是拿给 现场小伙伴去做体验去试玩 不过说真的 如果说完全没接触的小朋友 他们可能平时玩是玩具 可能比这个车子还贵 但是没有这么好的动力 所以说他们一上手都适应不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没有接触过 这种RC类的这样的模型的话 特别是小朋友的话 那我比较建议你给他来选择有刷的版本 那那个速度包括是操控的 感觉更容易上手 那如果说你希望有更快的速度 并且呢 可以像我说的一样去尝试感受到 这个油门控制的这个特点 也就是说起步的那一瞬间可能会有点跳 但是让它低速滑行之后 再去催动油门的时候 就会有很好的这个操控的手感 你只要习惯这一点 其实任何的无感无刷的车子 都会挺好操的 那么视频的结尾呢 给大家来看一下 路人小朋友第一次来试玩 时候架控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动力还是有点超出他们的想象的 OK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再 我注意还有更多阿西玩资讯 我是宁七叔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